杀了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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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要杀我 动手 电视剧《迦南传》正在热播 我们都知道 剧中除了讲述江宝宁与李琴惺惺相惜的爱情外 还塑造了李东志与清安这对CP 当清安对李东志献吻告白不久 他的身份就被自己的清歌公然曝光 得知清安是用清国二王子 冬志瞬间暴怒 发誓要与面前的男人一刀两断 可话虽如此 李东志依旧往不掉清安的身影 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 清太发动了对慕安国的全面战争 清安率兵想推翻哥哥暴政 结果作战失利被清太抓了起来 悲催的是李东志也战败成了敌军俘虏 清太把他绑在了慕庄上 并把清安像狗一样拖了出来 清太一边羞辱弟弟 一边指示弟弟杀了李东志 此时的清安就像遭到洗脑精神崩溃般 提起到默默向李东志走去 东志含泪放话 你真的要杀我吗? 一番话瞬间唤醒了清安 只见他反手一刀割断李东志的绳子 两人并肩作战求死一生逃出军营 也不知道之后剧情会怎样发展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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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